这个触摸屏在上面是有个无盖检测的 无盖检测的 它这个过气它闪的都亮了 证明是有盖子的了 如果是我这个盖子 你要盖子 它过去它就不会亮 如果是那个触摸屏那边 那个无盖检测打开的话 那你这样过去 它检测不到盖子 它就停下来了 机器就不会动作了 要重新启动才行 这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什么 它那个油有油 瓶子有油的时候 满碳满的时候 进到里面去突出来 到处都去有油的状态 但是一般没有油的状态 在情况下 它可以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 就不要打开 就是让它过去也行 但是有了这个功能 它就没有盖住它的检测 这个就是调它的高矮度 如果去调调的高了 它就感应不到 它是感应金属的 对吧 要调到刚刚好亮了以后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检测 检测每个瓶子过去 它 这边还有个检测的 每一个都要检测 这个中亮了以后才会 进切的 就是说每一个瓶子 再感应到一个瓶子 它就是会亮的 对吧 这个就是有金属 它就会亮的 一个叠近的感觉 这个都现在它就是调整 它都这个顶起的高矮 就是这个显盖部分的 你先在这里先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 往往这边摇 它就是说升高 甚至就是方向修设 就是说这个越来越高 然后你进行中赚的话 就越来越低 像这种瓶子 如果我现在这个位置 定好以后 这些都不用调的 就是调它的顶级 其实是高矮度 如果我这个调的 所以说我要调整 调整这种瓶子的话 那我这里相差有多少 我记得这里摇 相当摇多少就行了 这里相差有这么高 那我记得说 整体摇高 摇到这么高 就OK了 就是说 这个机构 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就是调整 它的比较显怪机构的 然后这个 是调整它的挂怪机构 它的挂怪 它的高矮度 刚好 在这里的牙的这个部位 然后这个是它 往这边走 也是这样下来 往这边走 它就先放气 往那个逆行中 往这边走 就是调整 往这边走 就是这样下来 它的颈体跟高矮度 就是挂在部分的 它的高矮度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两个两边 都有调整它的那个 爆品的颈度 冲击度 一定要在这个镜头间 挂在镜头间的时候 你这个去调整它的 它的那个颈度 一般 它调整以后 这里夹进去 这个皮带的 有大量 大概一两个毫米 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紧 有点紧 都就OK了 也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只要过去 不找 不找这样子 倒平就OK了 然后这个是调整 它的宽度的 然后这个是调整 那个放下的 放下的时候 这个楼母要松 松掉 松了以后 然后它得拧 这个它这个高矮 去调整它的高矮 这个楼母要松了以后 才能调好 这边就不用 所以这个调好 这边 就是说 这个去调整 它的盖子的大小 这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 松掉以后 就去调整 它的那个盖子 比如说 我现在这种盖子 如果我换成 这个小的盖子的话 我就调小一点点 就是说 松掉以后 就可以调整 它的这个大小的盖子 可以调整 对吧 这个是 过来 换成这个盖子 盖子的货品 然后如果我是 要调整它的盖子的位置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升掉以后 就可以调整 它的盖子的角度 因为大小有关系 它就是说 搓 搓 搓 这个是叫盖 盖 这个是叫盖 这个在里面 盖子 可以叫 拖细 这两边 两个同学 就是说 调整它的这个 高度的 就是在里面 刮罐的那个高度 所以你那个 有后盖 如果是有后盖的话 那就可以调整 它的这个 你给我调整 它的高度 就可以了